首先看一个人的根基 看大拇指是否调达饱满 原主大拇指藏 而且偏瘦小 加上金星秋 见褶皱 运势根基一般 早年难得祖印的庇护 从生命县初期的锁链和导文 也可以看出 出身家庭环境一般 生命县在10到15岁左右 见导文 导文还见横文川过 这个期间体质偏弱 学运不佳 甚至有生病住院的经历 不过三大主线 呈现川长的格局 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从小川长人是独立懂事 虽然体质偏弱 难生养 但是独立能力强 做事格局开阔 成年之后更是赶闯赶干 成年之后 生命县岛文消失 生命县逐渐的深刻粗壮 生命力变得更强 运势渐入佳境 不过中年阶段的两条横文 干扰了事业线 并且干扰了生命线 预示着中年有个事业的坎 这个阶段的脑线也出现了下垂 心态变得悲观 感情县也见岛文干扰 事业和感情遭遇双重打击 变得一蹶不振 不过40岁之后 生命县横文消失 不久生命县又延伸出一条上升线 这个上升线延伸到终止土星丘 说明事业在家人的助力下 重新齐航 结合食指修长 兄弟姊妹缘分深厚 兄弟姊妹是自己的贵人 事业线也冲破了天文 感情线事业格局不小 财运线也汇聚成型 40岁之后财运旺 感情也稳定 是个典型的大器晚成的首相 脑线和感情县之间 也见神秘的十字纹 说明环境适应能力非常强 晚年也容易和佛结缘 月秋和财运县附近 见新闻 也说明在钱财方面 有幸运的事情发生 不过小指烧瘦小 和子女缘分比较浅 结合生命县尾端分叉 见三角纹 晚年容易为子女忙碌 子女却难在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明镜与点点栏目